沙巴拿赌再次传出绑架事件 两艘渔船今天凌晨在航行途中被骑劫 10名船员和渔民遭到枪手绑架 而枪手可能和恶名昭彰的武装恐怖组织阿布莎耶夫有关 所有肉票目前下落不明 当局也还没有接到相关投报 针对绑架案评传 沙巴首长丹斯里沙菲奕认为 有必要加快重组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 并重新发配安全设备到最岸高风险区 根据报道 最新这起绑架事件 今天凌晨2点45分左右 发生在菲律宾南部的塔威塔威群岛一带 事发当时沙巴东海岸海域还在实行宵禁 而我国两艘渔船从拿赌淡比山前往仙本纳的途中 来自菲律宾的绑匪乘坐快艇手持机关枪 新式攻击其中一艘渔船 卢走其中四人 再向另一艘渔船下手 卢走六人 绑匪得逞后 往菲律宾南部方向逃之夭夭 目前受害者的身份和国籍还有待确认 有报道指出 他们可能都是菲律宾人 而绑匪可能来自武装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 沙巴东部安全司令区指挥官 拿督哈扎尼向马兴社指出 当时还未接到任何有关投报 也还未确定 事发地点是在大马或是菲律宾海域 对于这起绑架事件 沙巴首长戴斯里·沙菲伊认为 政府有必要加快 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的重组工作 并重新调配设备和人力 到最暗高风险区 也是沙巴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沙菲伊认为 需要加强保安和设备的地区包括 斗湖 山打根 仙本纳和拿督这些绑架黑区 以遏制越境犯罪活动 他表示沙巴州政府已经将这些建议 提成给中央政府来定夺 NTV7综合报道 NTV7组合报道